第0596章 艰难抉择 地上 药汤 碎碗 一片狼藉 秦一宁脸上缺少血色 这个救治之法 让她的心都在颤 要以次子体内的骨骑救长子 怎会如此 石子灵也呆住了 慢慢平复心绪 问道 神医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办法吗 张仲摇了摇头 她虽然医术高超 也懂得高深的符文秘法 但是这些 都不能治疗好十号的伤势 那样做 是否会对另一个孩子 有很大的伤害 秦一宁颤声问道 张仲没有说话 想治疗十号 也许只有那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 将仙骨植入其体内 神医 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石子灵醋眉 她自然明白对方的意思 所谓借助仙骨 肯定是要移植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对于次子来说 非常危险 若是有意外 将会留下一生的遗憾 老朽既穷了 只是随口一提罢了 张仲说道 这种事 她也不好多说 因为影响很可怕 关乎两个少年的未来 怎会如此 为什么这样残忍 浩尔 秦一宁哭了 伤感无比 抱着病床上的长子 十号的状态很糟糕 时而清醒 时而昏厥 体内有很多青铜绣脊般的符纹 让她剧痛 吞噬她的生命 此时 她的精神抑制 又与外界隔绝了 陷入昏厥中 若是十号体内的原始真骨无损 也可以自行治疗 可惜出了大问题 张仲道 十号体内的最大的问题 是多了一种符纹 强大到让人精锯 与她的血肉 还有骨骼凝结在一起 根本破除不掉 不仅张仲等名医之道 十子林夫妇也明白 在下界没有人能除掉那些规则纹落 诅咒 那是禁忌骨纹 十皇体内那块骨千疮百孔 便是拼接在一起 也已经破烂 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二 威势锐减 已经不够 张仲摇头 这是一个事实 十号体内的那块骨破碎了 发出的符纹 无法抹除那种诅咒 在这下界中 连神灵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力量 可以对抗 仙殿那位大人的诅咒 况且 那种符纹 密布在十号的 每一寸血肉与骨骼中 外人谁敢轻易妄动 一旦引爆 可能会让他 跟着一同毁掉 也许 只有那块仙骨了 将其跟植在十号的体内 彼此融为一体 便是发威 也不会伤到己身 可以磨灭诅咒印记 太残酷了 秦姨您的心都在抖 挖出次子的骨骼就是好 这样 对于两个孩子来说 都有很大的风险 一瞬间 他痛苦无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祸铃声 石子灵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平静 道 神医 请你告诉我 可行性有多高 到底有多大的风险 如果将仙骨植入十皇的体内 有六七成的成功率 可以让他复原 并且日后 他将天赋盖世 攻参造化 张仲认真的说道 只有六七成的把握吗 石子灵皱眉 心中起伏 难以平静下来 六七成的成功率 已经算是很高了 张仲计说道 他不能给予特别的建议 只能如实说道 秦姨您闭上眼睛 让自己静心 而后仔细想了又想 道 神医 我想知道 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 危险有多高 听到这个问题 张仲也是一叹 道 如果这块骨是二公子自己的 那么我有把握采摘下来 而不伤其命 进行借用 他的师兄与布老山有些渊远 秦浩植骨时 曾被请来守护 他已经从其师兄那里 了解到 这块骨来自上界 才植入秦浩体内没有多久 这样有些危险 张仲认真私存 最后抬头 进行说明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救助十号 那么秦浩真可能 真会有性命之忧 三成会陨落 七成因无恙 这是他仔细考虑后 得出的结论 成功率算是很高了 主要是秦浩已经长大 自身血气充足 加之他天资过人 故此有一定的可控性 但还是有风险 这让十子林夫妻二人皱眉 心中不宁 父亲 母亲 我不需要这样救 十号又一次清醒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心头震动 以他心性来说 怎么可能会让人如此来救助 这对秦浩不公 他不想这样 便是强来 也绝不会答应 宁愿去死 秦一凝哭了 抱着他的一条手臂 无声地落泪 失散多年的长子回来了 可才没有团圆多久 就发生了这样的恶难 究竟要怎样 如何才能救长子 他一时间难以抉择 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久后 十号再次昏厥 他实在太虚弱了 服下各种宝药 又以各种灵液浸泡 也只能暂时掉出性命 十子林与秦一宁相互看了一眼 难以做出最终的决断 又请来其他名医 一同探讨与议论 两人心头不安 想确定到底有几成把握 是否可以提高成功率 结果其他神医得出的结论 大同小异 要怎么办 他们不想看着十号死去 曾经失去过一次 更加想牢牢抓住 不会放弃他的生命 可是这样做 等于在拿次子的命来赌 对秦昊很不公平 他不仅要失去仙谷的威能 自身还有可能会死 一群一室告退 他们不能给予有倾向性的建议 不然将来担不了那样的责任 究竟如何取舍 都将由他们自己决定 秦昊无声无息地出现 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道 父亲 母亲 我知道了 如果你们觉得我能救哥哥 我已经准备好了 秦昊宁听闻 立刻将他拉到身边 眼中满是泪水 道 娘不会让你发生危险 绝不会牺牲你 石子凌也是一探 这些年来 次子一直有心结 觉得他的出生 就是为了救那个从未谋面的哥哥 而今又发生了这种事 岂不是一年了 故此 他也沉默了 难以做出决定 手心手背都是肉 怎能要牺牲次子 在他心中 同样都是他的孩子 此刻 石子凌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他不想任何一个孩子有意外 发生危险 父亲 母亲 我一切都听你们的 要我做什么都不会抗拒 随时可以救哥哥 秦昊说完 转身离去 看着昏迷的长子 再看一看走出去的次子 夫妻两人心中难受 到底要怎么做 这是一种煎熬 用那块仙谷 有六七成的把握 可以救活号 而且 老二也有七成的几率无恙 可以无损地活下来 沉默了很久 石子凌这样说道 可是 还有三成的危险 我们可能会失去第二个孩子 秦一宁低语 怎么会有这么艰难的选择 他们心乱如麻 哪一个都难以设下 长子就要死了 如果再不决定 他会越来越虚弱 可是 用次子的仙谷 去换长子的命 这样做也有危险 而且 秦昊心中会怎样想 上天你为什么这么残忍 石子凌嘶吼 秦一宁则无声地落泪 用手抚摸昏迷中的 十号的脸颊 南南道 娘想救你 可是又不想伤害你的弟弟 红日西沉 这一整天 他们都没有做出决定 显然这对十号不利 他越发地虚弱了 夜里 十号一阵心悸 从昏尘中惊醒 猛地睁开了眼睛 看到一个女子 一直点向他的眉心 这是要将他击毙 怎会如此 他心头一颤 虽然知道 他注定要死了 但却不想这样 不明不白地被人杀死 他一声轻斥 嘴里吐出一口血溅 激向来人 并且 他强忍着伤痛 胸部发光 咔嚓一声 至尊骨在裂下一小块 爆发出神威 哄 强大气息冲起 这个女子惊叫一声 一下子苍老无比 被至尊符文扫中 轮回为一个老妇 难以动弹 十号强大精神 浑身是血 一把拎起了他 喝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发生了什么 喝 破空声响起 有人急速赶来 并且 十子林夫妇也被惊动了 他们才离开没多久 竟发生了惊变 扑 女子的眉心绽开 血液溅起 她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自觉于此 十号松开手 自嘲一笑 我虽然要死了 但是灵爵 本能还在 对得起我小时之威名 房间内一下子 多了很多条人影 十子林夫妇也来了 并且有人惊呼 这不是秦岚吗 为我秦足和心子弟 好心为你送药而来 怎么能将他杀死 一个老者喝道 十号 擦去嘴角的血 一句话也没有说 躺在床上 孩子 发生了什么 秦姨凝冲了过来 挡住了那名老者 发生了什么 他杀了秦岚 怎能如此 便是对我秦足不满 也不用这样凶利吧 一名老玉守主轻木杖 恨声说道 屡次犯我秦足 真当我们不敢动你吗 另一人喊声道 父亲 母亲 送我回石国吧 让我可以从容于体面地死去 而不是不明不白 十号平静地说道 石子凌夫妇闻言 当即变色 孩子让你受委屈了 你在怪我们吗 秦姨凝站起身来 眼睛发红 而后怒视秦足那些人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石子凌更是暴怒 一脚那地上的女子 踢得横飞了出去 撞碎窗铃 在院子中爆碎 石子凌夫妻二人明白了 这些人一定听到了消息 怕将仙谷真个植入石号的体内 想先一步将他格杀 第0597章 猪王子凌 你什么意思 一名老者开口 面线不渝之色 道 你的长子失手杀了我族一个核心子弟 你还咆哮我等 都给我出去 石子凌吼道 他又怎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若非石号灵爵还在 被惊醒了过来 就被人不明不白地害死在这里了 石子凌 你别太过分 你的长子杀了我族的嫡系子弟 你不惩罚也就罢了 还这样说话 太过分了 那个守主倾慕账的老玉 阴沉着脸说道 滚 石子凌怒发冲冠 长子生命垂危 即将死去 还被人这样针对于加害 最后还被反咬一口 他怒火填音 枪的一声 在他的手中出现一根黄金绽毛 双手青筋浮现 用力握住 现在不需要解释什么了 他不惜一战 你 还想动武 几名老者都沉下脸 有两人更是逼向前 针锋相对 都给我消失 你们出去 秦一宁也怒了 峨眉倒数 性眼缘争 点指所有人 赤道 浩尔如果损伤一根头发 这下界布老山 就不要流浪 这些人神色异冷 心中虽然有怒 但是却都隐忍了 因为秦一宁身份不一般 而经他那一记 在上界胜出 掌控了一切 此外 植入仙谷的秦浩 毕竟是他的孩子 将来要登灵至尊位 屋中寂静 那些人退走了 一盏青铜悬挂 烛火摇曳 很昏暗 石浩又昏迷了过去 他每次都只能清醒片刻 越发地严重了 石子灵坐在床边 沉默不语 显得很压抑 究竟要如何做 时间不多了 不能再拖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浩尔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每时每刻 生命都在流逝 石子灵声音嘶哑 痛苦无比 眼睛带着血丝 祸得站了起来 你要去做什么 去挖我们 另一个孩子的骨骂 他会怎么想 而且可能会死掉 用他的生命 换取哥哥的性命 秦一宁带着泪问道 难道眼睁睁地 看着号死掉吗 时间每过去一分 他都会虚弱不少 已经拖了一整天了 石子灵苦闷 望着窗外 夜色迷蒙 星光暗淡 一片乌云飘过 更显压抑 烛火暗淡 床上的十号脸色苍白 闭着双目 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石子灵握紧拳头 道 不行 一定要救活号 当年我们就付了他 不在身边 他那么幼小 独自在武王府 经历了那么血淋淋的事 衰弱险死 后来 我们又将他一个人放在石村 从来没有尽过义务 没有好好地照顾过他 这些年来 他所取得的成就 都是自己努力所致 小小的年纪 一个人从石村中走出 在大荒中面对凶情 蒙语各种强敌 一步一步征战 最后崛起 石子灵深吸了一口气 道 他看似辉煌 威震天下 但当中到底又经历了多少苦难 那是他自己纷争的结果 而我们又做了什么 从来没有守护过他 没有做到父母应尽的义务 什么也没有为他做过 秦一宁落泪 坐在床前 拉着石浩的一只手 轻轻妈撒 看着他气弱油丝 越发衰弱 心中发毒 长子从没有喝而过他们 一个人杀到秦族 为了救他们脱困 不惜血战最强大教之一 布老山 秦一宁颤声道 到底该怎样做 浩尔命运多舛 而这一次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挖出另一个孩子体内的骨 也将会承受死去的风险啊 这何其残忍 我们已经失去过一次号 上一次没有保护好他 没有尽好身为父母的义务 这一次 难道还要眼睁睁地 看着他离世而去吗 我一生都会愧疚于难安 石子灵眼睛中的血丝更多了 可是 另一个孩子 你考虑过吗 对他又是何等的不公与残忍 秦一宁说道 不管了 老二有心结 就有心结吧 就好要紧 不然他马上就要死去了 石子灵何尝不知 这样做的后果 父亲 你要挖我的骨吗 房门被推开了 秦号出现面色平静 双眸幽深 站在那里 不再脉步 石子灵张了张嘴 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可以 父亲 母亲 你们如果觉得 这样能救哥哥 就来取我的骨吧 秦号说道 孩子 你不要多想 在我们心中 你与哥哥同样重要 不会牺牲你 秦一宁垂泪说道 非常痛苦 荒域石国战王 明王 彭王道 前来拜访 请开山门 就在这时 长阴正空 传到布老山深处 显然来人 是乃是尊者敬高手 惊起一片波澜 报 石国的人来了 竟有三位尊者 有人禀告 布老山内许多人变色 在这没有神的时代 尊者也很难见到了 石国竟然一下子出现三大尊者 让人震战 石国诸王驾道 这是要针对我们吗 一个老玉守主轻木杖 脸色阴沉似水 感觉很不妥当 山门处 明王 湛王 还有彭九一字并开 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很多强者 全都是王侯 身着战甲 寒光闪烁 而每一个人 都抱着一些墓盒 装着宝药 所谓彭王就是纸彭九 这是石号清风的 竹王请进 最终 秦族开启山门 将他们迎了进来 料想是为石号而来 难起征战 不过 布老山的人着实很心惊 三大尊者领军 皆背负着神灵法器 这可是强大的震慑啊 若是闹僵 后果难料 而在他们的身后 竟没有一个兵丁 所有人都是王侯 这么一批强者一起出现 绝对可以灭掉一个大教 在石号出事后 战王 彭九等 发动一切的力量 收集各种古丹方 向各大教求取圣药 不计一切代价 只要能治好石号 付出什么都可以 而今 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丹药 甚至求取来一株圣药 就是要保住石号的命 要知道 天下圣药太稀少了 只有个别的太古神山 以及西方教这样的不朽传承 才能拥有一株 可以想见 彭九他们到底 花费了多么大的代价 才取来一株 至于其他各种灵丹等 数不胜数 都积成了一大堆 不像是药 倒像是承代的粮食 陛下 人皇 几位老王看到石号 惨白的脸色时 全都声音颤抖 老泪都快落下来了 这还是威震天下的小石吗 浑身都是伤 如军烈的瓷器般 随时会解体 没有一点血色 这与昔日他因姿勃发 指点江山的神武姿态相比 差得太远了 当日 石号不顾性命之威 只身入皇宫 去解救秦峰与几位老王 让他们活了下来 可自此之后 他自身却不断与神开战 落到这一步 陛下 你一定要挺住 活下来 一位老王说道 屋中站满了人 都是来自石国的王侯 可是石号却闭着目 始终现在昏迷中 拿碗来 化开这半枚圣丹 战王开口 除缺一株圣药外 他们还得到半枚残丹 是圣极宝药 拥有神效 时间不长 秦族的人送来一个浴碗 散发灵气 有霞光闪动 战王向李注入一些灵液 想化开这枚圣丹 让石号服下去 可以延缓衰竭 增加生命力 嗯 不对 这碗内有些许灵气在造动 战王本身也对一道研究甚深 不然也不会 由他化开圣丹 他快速将灵液等到出 定在虚空中 脱离那个碗 皱着眉头 仔细研究 最后勃然大怒 谁送的碗 找死吗 他双眉倒数 眼中射出两道神芒 这碗若是一般的尊者都看不出 若非战王星系 昔日曾经见到过一个 多半也发觉 不出一场 看似是一只灵碗 但其实是厄运之碗 刻有诅咒之文 不断使用 对病人有极大的伤害 当战王到处后 拾过来的诸王全部暴怒 你给我过来 彭九探出一只大手 一把将送晚的人的脖子抓住 拎了过来 这个人当即翻白眼 将昏死过去 几位老王也不多说 镜子探其石海 但这只是一个下人 并不知情 不过却意外发现另一桩事 什么 此前有人要杀石皇 被陛下自行化解了 明王勃然站起 怒法冲关 青座 你们想死吗 想被灭族吗 战王更是大喝 声音传出去 镇得成片的宫阙摇动起来 是谁这么张狂 来到我不老山 还敢这样放肆 远方传来回音声 一群老者出现 你们害我十足之皇 还道貌黯然 想作死吗 一位相对来说 还算年轻的王侯喝道 我足好心救助小石 而等不思报答 还这般污蔑 适合盗脸 手持青木杖的老玉 阴沉着脸说道 狗屁的救助 彭九段赫 直接出手 啊 就冲你大模大样 喊我十国人皇伟小石 就知道你的心到底怎样 他画出一只棚爪 金黄而锋锐 十分巨大 一下子就笼罩了那里 你敢 老玉显然身份不一般 挥动青木杖 这是一件宝具 想要对抗 我有什么不敢 彭王喝道 金色棚爪落下 将那青木杖击断 将他一把抓了起来 如同拎着小鸡仔 让他差点断气 放肆 一股庞大的威压涌来 秦族的尊者出手 是你放肆 明王出手 将他震退 布老山 你们竟敢这样加害 而且不是第一次了 究竟都我十足之皇做了什么 想被灭族了吗 湛王更是强势 大声吼道 震动整片布老山 十子林夫妇 守护在十号的床前 并不阻止 他们也怒了 没有想到 这些人小动作不断 竟然敢如此 好嚣张 你竟敢扬言灭我布老山 秦族那位尊者怒声道 灭了你们又如何 我十国还怕你们吗 害我族人皇 扫平这里也没什么 湛王寒声道 与此同时 明王 彭王全部上前 什么话也不说 各自从背后取出神灵法器 随时要发出最强一击 布老山众人凛然 这可是三大尊者啊 是当时目前的最顶级战里 可以铲出一个大轿了 第零五九八章 万轿皆致 与此同时 在三大尊者后方 那些王侯全部拔出兵器 一个个甲昼发光 宝具冷冽 散发出强大杀意 这是一群何其可怕的强者 任何一个 竟都能在一方封王 权威顶级战里 和在一起 布老山黯然失色 你们这样欺我施国 如我石皇 当真该杀 一位中年王侯寒声说道 性格暴裂 手指一杆方天化己 轰的一声 当先出手了 向前劈去 真到了这份上 布老山的几名老者 反而发出了 快速躲避 主要是对方太强横了 三大尊者领衔 率领一群王侯 估计真能灭掉他们 哄 大几锋芒扫出 那些人躲避了出去 一座巨公轰然爆碎 化成鸡粉 你们过分了 秦族一位老者吼道 但是气势明显不如从前了 他心中没底 真要开战 布老山占不到便宜 他们只有一个尊者 虽然说有法阵可以利用 但是对面那几人手中持的是 什么级别的法器 三大尊者手中的宝具 如烈阳般发光 散发神灵的气息 由一股恐怖的波动在荡漾 虽然说郑国神级 还有一柄金色法剑 在十号的最后一战中损坏了 但十国还有其他神级法器 这次被带来了 秦族的尊者面色一沉 布老山自然也有这等法器 但是只有一个人催动 怎么相比 尤其是 这里的法阵 在上次的大战中 被毁了个七零八落 即便全面发动 也不见得能阻住 手持神级法器的三大尊者 欺辱我十足 今天跟你们讨个说法 没有个交代 今日灭了你们的道统 又有何妨 战王冰冷地说道 石黄若是无伤 你们敢吗 忘记当年 是谁先翻了 你们布老山吧 彭王冷漠地接伤疤 说话间 他手里用力一钻 那位老玉惨叫 骨头断了不知多少根 而后被扔在了地上 你们 老玉面色发黄 直接被昏了过去 因为修为半废 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就站吧 我师不怕谁 冰王开口 虽然上百岁了 但突破尊者境后 依旧精神绝朔 霸气无比 你们 秦族几位老者气劫 有点后悔 那么隐秘的诅咒之完 尊者都看不出 居然被识破了 让他们无奈 之所以如此 他们实在担心 怕石子林夫妇 将仙谷植入十号的体内 故此迫切希望他死去 不惜铤而走险 最后 他们咬着牙 推出去一个修为不凡的老仆 称一切都是他擅作主张 私自做的 这显然是替罪羊 谁都不会相信 但是这也足以让秦族人脸色难看了 他们何曾被逼到过这一步 今日 他们要理没理 而战力也比不上 在过去从未有过 这样的迎人 推出一个替罪羊 实在像是挨了一巴掌 每一个人都脸上火辣辣 心头火气 难以忍受 因为 他们是布老山 过去一向屁腻巴欲 俯视个大王朝 今日却被人扇了这么一大巴掌 逼迫至此 就在这时 脚步声响起 一团荧光浮现在道路上 不急不缓地接近 散发强大而神圣的气息 这是一个少年 身穿银色甲皱 阴气逼人 神灰洒落 说不出的神武 宛若一尊少年 天神下界而来 正是秦浩 在他的手中 持着一杆银色的战戟 摇指前方 神威灵灵 不可侵犯 他的目光很深邃 道 想要一战 还怕你们吗 我看谁会灭这里的道统 哼 石国的王侯冷亨 还怕他一个少年不成 秦浩身穿神灵法衣 而这个时候 他的胸部发光 符文成片 也是以银白色 圣洁无比 但那股波动可怕的惊人 战王 彭王等自然无惧 但是他们已经知道 这一次 可能需要这个少年来救助石浩 故此没有接话与发作 石子灵夫妇一叹 次子来了 他们不得不站起身 进行调和与阻止 不能让局面再僵硬下去了 啪 彭九出手 一巴掌将那个替罪羊拍得了粉碎 心红的血液四溅 这一刻 秦浩神色一僵 而对面 秦族所有人都面色发黑 额头青筋暴跳 但终究还是忍了 这一掌等于消在了每一个人的脸上 就在这时 石浩行转 睁开眼睛 看着众人 虚弱地开口 道 父亲 母亲 我不要仙谷 若是这样 我宁愿立刻去死 他看向湛王 彭王等 道 护送我 回石国 哈儿 秦一宁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怎肯让他离去 石浩虚弱地安慰 道 母亲 不要哭 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 可是我不能报答了 真的不要滴滴的骨 经历过这些 怎能让他也经历 秦一宁大哭 难过无比 石子凌握紧了拳头 低声嘶吼 这是人生中一向艰难抉择 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取舍 湛王 彭王 扶我起来 石浩说道 双目缺少昔日的光彩 不再阴气逼人 此时病情很严重 几位老王将他扶起 守护在旁 我已经见到了父亲 母亲 在这里感觉很温暖 没有遗憾了 石浩对父母轻声说道 嘴角沾染着血丝 而后转头 看向几位老王 道 我还有两个心愿 一是 想回石国去看一看 二是 请将我葬在石村不远处 我想待在那里 陛下 湛王等伤悲 这本是天下最惊艳的一个少年 静落到这般境地 让人心酸 他本应光辉万丈 冲到九天上 结果却要英年早逝 陛下 你一定可以好起来 我们不知道石村在何方 那里与外界隔绝 但想来 清风很快就会出现了 他们不知道如何安慰 而那些王侯也都上前 看着他 非常伤感 原本注定会世间称尊 谁能相抗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都很不甘 为十号二份 感觉遗憾 我们走吧 回十国 十号轻声说道 很快他就昏迷了 太过虚弱 不能动 他这个状态 根本无法横渡虚空 承受不了那种折腾 石子林开口 阻止了众人 战王 冥王先后点头 十号这个状态太差了 根本无法带走 不然很可能会直接死在路上 最后 那半霉圣丹被化开 成为芬芳的液体 被灌进十号的嘴里 尊者出手 帮他炼化药力 治疗伤体 清晨 阳光洒落 朝气蓬勃 十号醒来 看着满院的朝霞 他轻轻一叹 静静不语 众人惊喜 他的状态似乎好了一些 这让神医张重 惊疑不定 报 有客来访 就在这时 布老山众人再次接到禀告 有人来拜山 要进山门 什么人 秦族的人皱眉 深感无奈 还是荒语的人 算了 让他们进来吧 不久后 夏幽宇 萧天 周宇豪 燕心等众多补天阁的弟子 连媚而来 虽说这一传承被打散了 但还是活下来不少人 听闻十号遭遇大难 这些人阵战 强大如小石 本应有辉煌无尽的前途 竟然要陨落了 让他们难以接受 补天阁能够重建 全靠十号强势崛起 横扫四方 灭掉了西陵兽山等几股大敌 数十人横肚而来 要想见他 你们来了 十号微笑 可是脸色极差 让人叹息 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进到了这一步 明显生命无多了 会好起来的 众人低语 真的不忍心看着他去死 都很伤感 报 山门外有客来访 布老山高层 再次接到禀告 很快 九头狮子 火鸭 五色蓝鸟等十号 在百断山结石的一些 生灵赶来 此外 九头狮子的祖父九灵王也到了 相顾黯然 全都无能为力 他们也没有办法救治十号 能见你们一面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十号说道 虽然缺少血色 但是笑容在朝霞中 显得很灿烂 火国亲王来访 太玄教教主驾到 清语族老族长驾到 灵族王者拜访 海族清交尊者驾到 在接下来的半日里 布老山的山门 几乎被踏破了 各大势力不断有人前来 要看小石最后一面 为他送行 到底有多少个传承 恐怕数以千计吧 甚至过万 不仅有各大王侯 当中竟还有一些尊者 当初逃过了大劫 感念十号之功 若无他 谁都知道 下界注定要有大乱 所有人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除缺陆地上的强者外 连海族的修士都到了 这一日 访客不觉 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布老山的那些房舍 都快住不下了 这简直是一场盛况 有几人可以享受到 这种尊崇 众人震撼 小石影响力之大 超乎想象 便是情族都一阵发出 这一次 十号灭掉七神 让很多大势力感激 所有人都明白 若无他 不久后必有大祸 各教都要听从神灵调解 可惜 十号江云 今日虽然是一场盛况 但并非是一件喜事 他这般的绝艳 却要过早地死去 让很多人叹息 人实在太多了 最后石子灵 湛王 彭九等不得不阻拦 不能让人再探望了 会严重影响十号的状况 这一整天 不断有人赶来 布老山人满为患 大多都是为了探望十号 当然也有个别人 想知道他究竟是否会陨落 傍晚的时候 十号的小院清静了 一般的人根本不能接近 全部挡住了 十皇 你身体有样 最终会怎样 谁也说不好 为何不趁现在将昆蓬宝树刻下来 不然可能会失传 布老山的几位主侍者 可以过来探视 毕竟身为地主 不过却被湛王 石子灵等严密注视 此时秦族的一位老者这样说道 你什么意思 彭九当时就站了起来 怒目而视 明王也大怒 道 十皇大半时间都在昏迷中 只有少许时间清醒 不断渴血 都这个状态了 你还敢打主意 想让他耗费心 立刻写那么复杂与烦的符文 想逼他立刻死去吗 你秦族真是打得好主意 湛王也沉下脸 怒火填膺 他知道 秦族自然是想让十号 将那无上宝树传给秦号 几位老王一直在忍 因为的确想见那块仙谷 治疗好十号 有求于人 不然早发作了 十号文言 微微一正 白手示意 让他们不要发火 叹道 是我疏忽了 总在昏厥中 便是清醒片刻 心思也不够用 他微微一顿 道 去取宝谷来 我要刻写昆蓬法 陛下 战王 彭王大吉 昆蓬法事 何等的凡傲莫测 肯定不能随意刻成 要知道 十号当年在北海昆蓬朝官 看此法时 足足花费数日功夫 才记下 那如诸天星辰般繁复的印记 而今 他都这个状态了 若是强行刻下此法 一定会将自己活活累死 好而不可 十子林夫妇阻止 绝不能让他这样做 我意已决 十号摇头 他想要留下这门法 留给十国 也要送回十村一步 虽然柳神也修成了 但是迈进 那到谷门后 而今不知身在何方 是否还活着 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他不想昆蓬法失传 想留在世间 古已取来 谁都阻止不了十号 在这个黄昏 他逼退了所有人 谁都无法阻拦 用心刻写 当十子林走进来时 发现他胸前满是血迹 立刻大叫 强行阻止了 陛下 几位老王心颤 全都对极力反对 不让他再继续 我的状态不好 总会昏迷过去 看来即便竭尽所能 最后也只能 刻出一半真意了 十号轻叹 天色擦黑的时候 布老山一阵骚乱 因为这一次 又来了一批人 足有上百位 吵吵嚷嚷 大喊着 冲向十号的小院 组长爷爷 十号扔下手中的骨块 眼睛模糊了 鼻子发酸 十村的人到了 全村大半人都赶来了 老族长石云峰领头 在后方是石飞骄 石灵虎 青峰 皮猴 胡子他们 还有很多书板 以及一些婶子 这样一群人 吵吵嚷嚷嚷 全都红着眼睛 挤满院子 只有部分人能进入屋中 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我们回家 老族长颤颤巍巍 抚摸他的头 就像小时候那样 在这里不治疗 只能等死 我们回村 一定可以治好你 二猛发飙 不管不顾地说道 组长说了 我们村中还有很多祖妾 将各家各户 那些老物件 都放在顶中炖了 说不定就能熬出仙丹叶来 我们回去 不留在这里 大壮也吼道 石浩听到这些话想笑 可是眼睛却模糊了 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显然 二猛 大壮他们来到布老山后 从那些王猴嘴里 听到了一些风声 回家 孩子我们回家 石灵虎眼中 含着泪说道 石浩再笑 却有泪滑落 心中很温暖 也充满了不舍 我们回去 回到石村 我想你们所有人 第零五九九章 涅槃池孩子别哭 阿叔带你回家 让你受委屈了 石灵虎颤声说道 他是大荒中走出的汉子 虎背熊腰 粗广无比 可这个时候 眼睛都红了 略微有些哽咽 走 我们回去 石飞交上前 准备抱起十号 看着他胸襟上近视血 瞪圆了眼睛 心疼无比 孩子 你会好起来的 回到石村 我们再也不出来了 过永远宁静的日子 于事无正 组长石云峰颤声说道 手掌粗糙 妈撒十号的头与脸 十号用力点头 朴实的话语 简单的动作 让他觉得 有一股热流在心中躺过 鼻子发酸 眼中滚热 村人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吵嚷而来 心疼与悲伤都写在脸上 朴实无比 发自真心的话语 道出了他们心绪 大壮 二猛 皮猴等 如今都已成年 这么一群自由 一起长大的伙伴 呼啦一声围了上来 眼中蕴着泪花 就要动手将它背走 一起回石村 慢一点 湛王上前 脸上带着忧色 他也很想带着十号回荒域 但是十号的身体状况太糟了 经不起折腾 而且 他一直抱着那么一丝希望 想以仙谷治疗好十号 此时 他对石村的人小声解释 石云峰头发花白 文言后身体微颤 小心地 从怀中取出一个小浴罐 道 我这里还有不老权 先用上 会有效果的 这种东西一拿出来 立刻引发人们的震惊 但凡站在这里的 都目瞪口呆 连这种神物都能拥有 石村到底什么来头 所有人都张口结舌 而不老权勤族的人 更是发傻 都不敢相信这一切 这群人看起来很简朴 居然连这种逆天神 也都能拿出 这是浩尔拼死 从外面带回来的东西 想留给村人用 我们都留着呢 今日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老组长唏嘘 当年 十号在百段山 一共得到五地不老权 蕴含着长生物质 想留给自己与石村用 浩尔很小的时候 就不断从外面 向村里带一种宝雪 灵药等 像是顾家的小大人似的 老组长说到这些 满是皱纹的 脸上有笑也有泪 触动人心 数年前 十号才多大 却已走出大荒 近百段山 前往昆蓬巢 跟各路高手遭遇 将外界各种东西 脱回村中 人们都能够体会到 一个少年单纯的心思 想让平级的 石村过得更好 这是小时的另一面 众人都看到了他崛起 威震天下的强势 却不知道 他还有这样一面 细细想来 那些灵药 不老权等 都是他拿命赢回来的 在那个年龄段 其他孩子 还在被父母守护 被族人看着呢 他若无恙也就罢了 现在却从一路辉煌 威震天下 跌落到此时的重伤垂死 回想起那样的一面 让人心中触动很大 不老权 每一滴都如同一头小龙般 有极强的灵性 在小玉罐中游动 当一滴被灌进石浩的嘴里 他通体发光 这是世间稀有的神叶 可延缓衰老 让人焕发青春 价值无量 一滴神叶入腹 石浩的面色历史好了一些 竟有了一点红润的血气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比刚才强了不少 起效果了 人们惊叹 这步老权 不愧为长生宝叶 暂时不要离开 我们建好了涅槃池 已经将各种灵丹溶解 化成了液体 为陛下洗礼 搏上一搏 冥王开口 这一次 石国诸王带来了太多的药草 更有成袋子的灵丹 跟粮食似的 积成了一大堆 三大尊者与石子灵 还有秦一宁 请教几位神医后 又仔细研究 决定造出一方涅槃池 进行仪式 布老杉有一种涅槃法 号称五行涅槃 现在药单足够 秦一宁亲自布置 觉得可以造出最完美的涅槃池 洗礼十号的肉身 恢复他的生机 尝试让他涅槃 如果再加上几滴布老权 效果更加 湛王也开口 事实上 几位尊者 终究还是在抱着一丝念头 如果没有办法了 希望最后关头 可以用仙谷救治好十号 故此 他们不愿意离去 不然以秦族的做法 三大尊者早就翻脸 进行大战 而后离开 石村的人不满秦族 但是听闻到这样做 对十号有好处 自然决定试试看 不过却愤然地要求 秦族的人不得接近 在布老杉提这样的要求 对秦族来说 也算是一种折辱 但是石村的人 就是这么直接与朴实 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 无法信任 孩子 我们就在这里住一晚 明天就走 试一试这涅槃池 到底有没有效果 组长石云峰说道 石灵虎 石飞骄 二猛 皮猴 清风也都上前 将十号围住 亲自看护 不让更多的人接近 天下各大势力不断来访 布老杉热闹非凡 但所有教主与强者 都被挡在了外面 这一夜无比关键 谁都不能接近 灵池内 锐气腾腾 霞光流转 像是玉叶一般 先是味乳白色 而后又出现草木色 随后成土黄色 不断地变化 组长爷爷 我想将布老权留给石村 不用在我身上浪费了 石浩知道自己的状况 真的不想这样消耗掉 可是这种请求 怎么可能会被答应呢 众人让他含着一滴神叶 进入涅槃池 开始治疗 他满身是伤 体内骨头上近视裂痕 刚一进此池 就被物碍淹没 很多精气冲进他的体内 滋养其破损的躯体 有效果 众人欣喜 看到石浩机体发光 伤口如如而动 骨头发出碰撞声响 都觉得起作用了 神医张重醋眉 仔细地看着 没有说话 石浩闭着眼睛 盘坐在那里 任由几大尊者 一同化解药力 洗礼他的肉身 这样一吃药液 也不知道融化了多少枚灵丹 代价极大 秦英宁 石子灵 更是在护法 亲自主导 他们知道涅槃池的构造与功效 神色紧张无比 石浩心中一叹 默默运转一种功法 当初为救父母 寻找祖父 曾大闹此地 得到过五行涅槃这一秘篇 他明白 在此疗伤有一定的作用 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什么 别人不知 他自己却能洞彻 那绿袖般的诅咒符文 越发地密集了 融入到了他骨头深处 难以根除 一夜过后 石浩几次昏迷 几次清醒 迎来了一个朝霞灿烂的清晨 石浩几次等待结果 一夜未眠 怎样了 终于 见到池水发出声响 石村众人 还有石国的王侯等冲来 一起询问 战王摇头 面色沉重 五行涅槃池 似乎让石浩的状态好了一些 但还是无法 除掉那些诅咒符文 三大尊者仔细探视 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绿袖 更多与更加密实了 我们立刻走 石灵虎说道 不想耽搁下去了 再等一等 几位神医在讨论 想以神针刺激他体内的生机 听一下他们最后的意见 彭九说道 脸色不好看 小院中 石浩迎着招侠 躺在一张软椅上 低着头 正在用心刻一块骨 那是昆蓬法 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所有的一切努力 都是徒劳的 并没有任何办法 磨灭先殿那位大人的诅咒之力 咔嚓 老组长石云峰听的分明 石浩胸部有鼓裂的声响 并且 他嘴角跟着一出一股血 孩子 他大叫 这是在拿命课写昆蓬法呀 他的至尊骨在解体 裂开了一小块 其他人也冲了过来 纷纷阻止 青族 你们怎么能如此无耻 提这样的建议 浩尔都快死了 还提刻写什么昆蓬法 这是造孽啊 一位阿叔吼道 这不是要逼死浩尔吗 石飞骄怒斥 大壮 二蒙等更是握紧了拳头 恨不得拆了此地 石浩擦去血迹 轻轻摆手 让他们不要着急与发怒 道 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想给石国 给石村留下这种法 我们不要 你好好养伤 石灵虎道 如果不是秦族心存想法 打这种宝树的主意 怎会如此 石村人面色难看 非常担忧 石浩摇头 再次开始认真刻写昆蓬法 将所有心神都投入到了上面 秦族还不是为了想打亲情牌 让秦浩来继承此法 可这样对浩尔来说 身体承受不住 会被耗死的 秦浩体内有仙骨 为什么就不能主动表示一下呢 当然 浩尔是我们石村走出的人 跟我们的秉姓都一样 肯定会拒绝弟弟的骨 不会要 可是 如果身为弟弟 有所表示 浩尔不要 我们也会觉得 有一股暖意啊 石灵虎低语 他说了 一切都听从父母的决定 如果需要 就挖出骨救哥哥 大壮眼睛发红 道 如果异味相处 小浩一定会主动救弟弟 我们不是挣那块骨 我们不会要 只是觉得 他说不下去了 石浩摇头 不让他们说了 道 我真的不需要 几位神医共义 结果出来了 每一个人都摇头 表示最后一波的希望也不大 还等什么 在这里只能等死 我们走 二猛说道 清风落泪 扶着石浩的一条手臂 不让他再雕刻 要带他立刻离开 湛王 冥王 彭王 也是脸色难看 来回踱步 终究是失望了 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不用那块骨 回去 离开这里 不在这里等死 石灵虎低沉地吼道 石子灵 请一您听闻 心如刀脚 这是他们的孩子 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去死 神医 如果换骨 有没有办法提高成功率 两人颤声问道 张仲这两日 一直在观察石浩 文言轻轻一探 道 石黄看似有所好转 其实一直在损耗体内的至尊血 自己为自己延长性命 有心愿未了 想回去看一眼 什么 很多人惊叫 怎会如此 他们脸色雪白 现在如果一只仙骨 有些晚了 石黄体内的至尊血损耗太严重了 已经有点不符合要求 难以滋养那块骨 这是张仲得出的结论 什么 所有人都颤抖 手脚冰凉 这等弱绝了他们最后一丝念想 我们走 石灵虎大吼道 再也不管不顾 走 离开这里 回荒域 回石国 回到我们的村子 组长石云峰也大喊道 老泪纵横 难以自艺 神医 真的不行了吗 秦依宁感觉灵魂像是抽离了躯体 几乎昏死过去 脸色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 张仲摇头 道 有些晚了 耽搁的时间太长了 啊 石子灵大吼 乱发飞扬 跟入了魔一般 眼睛通红 手持金色绽毛 不知要杀向何方 他拄着绽毛 单膝跪在地上 满头浓密发丝披散 遮住面孔 一股强大的场域散发 他嘴角淌血 手指抓着绽毛 也在滴血 他要封魔了 走 回石国 湛王清语 跟石村的人一起抱着 又已经陷入昏厥中的时候 沉默着 无声地 离开这里 最近的一座巨城内 祭坛被开启 一条通道已经打开 他们踏上了回城 第0600章 绝路斩鼓 小时回来了 震动荒域 他从不老山归来 昏迷着 浑身是伤 不断一血 进入石国皇宫 天下宣废 荒域大地震 这意味着 石号彻底失去了 活下去的希望 命不久矣 虽然一直有传言 他会死去 但毕竟还没到那一步 也许能发生奇迹 他或许可以挺过来 度过这一劫 可是现在看来 尘埃落定 到头来 这位迅速崛起 惊艳天下的少年 至尊走到了人生路的尽头 再也没有办法救治了 天下大阵 所有人都在谈论 很多人惋惜 无比的遗憾 石皇 何其的绝艳 就这样死去 太可惜了 与神开战 解决了大患 最终自身 却要落得个 生死盗宵的下场 何其不公 何其悲凉 各地都在热议 天下各大叫皆知 虽然早已猜测到 这个结局 但被证实后 还是让人叹息 小时其实很可怜 自幼就被人 挖走了至尊骨 衰弱不堪 几乎死在墙堡中 随后他被放在 一个偏远的山村 自幼没有父母相伴 只身一人走出大荒 一路纷争 凭自己崛起 可惜啊 到头来 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许多人知道了 石浩的绅士 了解到他的经历后 一阵唏嘘 这还真是一个 命运多舛的少年至尊 过于坎坷 但凡了解到 他绅士的人 都很同情 看似强势的石皇 无比绝艳的小时 其实很可怜 他终究是没有 逃脱命运的枷锁 幼时靠自己撑过死结 可是长大后 依旧要这般悲凉落幕 可惜 可叹 可悲 天下皆叹 也不知道多少年 没有这样的事了 八玉共同在 谈论一个人的话题 都一阵摇头 为他而感到遗憾 而也正在这一日 更多的大教强者 跨域而来 不少人来探访 算是送行 想见上他最后一面 人们知道 从此以后 世间将再无小时 感念其功 撕其战绩 各教大受触动 大多数人都持着善意 来到石国 一时间 石斗人满为患 所见大多数都是修士 要为小时送行 竟等一个令人黯然的结局 落下落幕 石国 皇宫 三大尊者 与石国的诸多王侯 以及石村的人 并没有放弃 依旧在想办法 为了救世号 湛王 彭王等恳请石村的人 将石号先留在宫中 先不要带走 他们张贴榜文 告知天下 只要能救活石号 只要有办法 石国愿意接受任何的代价 消息传出 各大道统 众多大教等 不少都有所行动 送来了一些药草 以及古老的单方 石村的人也在行动 祖祭坛开启 这些人踏进通道 去搬各种所谓的祖器 送到石国来 进行所有的尝试 可以看到 他们搬来古老的顶 有黑的古墓 还有莫名的怪石等 但凡是一些老物件 全都被带来了 没有人笑他们 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朴实的村人 在尽最后的努力 希望有奇迹发生 这块木 可能是血龙木 本身就是宝树 并且浸染过龙血 价值连城 战王吃惊 他惊言一道 对草木 灵药等支支甚深 意外发现 一块暗红色的木块 竟然是一块珍贵的神木 这种东西熬煮出来的药液 有龙血精华 也许能有一定的奇效 这个铁疙瘩 这不是铁块 这是一头神虫的蛆铁 神医张仲也跟来了 翻看那些老物件 捡起一块黑色的物体 撞弱铁块 敲在上面铿锵作响 他相当地吃惊 仔细辨认 这是一种名为 黑金虫的神虫 可以入药 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神虫 显然 这条虫子成年了 虽然只有一尺长 但药性十足 它卷曲着 跟铁块似的 人们不得不惊 石国祖地当年真是了不得 这种成年的神虫 有神级的战力 居然被击杀 丢在村中 了不起 了不得呀 所有人都惊叹 想炼制九转神丹的话 这黑金虫 是一位必不可少的主要 可惜 材料差了很多 不然我们可以尝试炼制 战王探导 相传 九转神丹一旦炼成 只要服下去 可以立地成神 这是世间最吸针的神圣古药 自古至今 在下界只有几人炼成过 可惜 想要炼成此丹 需要多种神级药草 不然根本就不用想 太过缥缈了 不然若是有此丹 十号说不定 还真有活下来的希望 这丹 世间不可取 数十万年 都难以见到一炉 张重摇头 众人一探 终究是太过虚幻了 所有人都在翻看 这些老物件 可惜 能有两桩惊喜 已经算是出人意料了 再也没有其他 特别的药草等 不过倒是发现了 一件阻器 很强大 但那只是兵器 不能救人性命 石村的人低沉而失落 没有任何办法了 祖祭坛发光 毛球还有小红出现 他们一个 失去了半截身体 一个断掉了双翅 都已经伤残 伤势很重 行动不变 但依旧还是来了 这是两尊神 着实震动所有人 我们 也没有办法呀 两大强者黯然 苦思了所有方法 都有摇头 深深的无奈 这件东西 也许有点用 毛球道 带着一个蒲团 那是十号 临去大战前 放在石村的 这个蒲团的自昆蓬巢 是昆木编织而成 那是世界树的枝条 可惜了 经历了太漫长的岁月 所有精气 都散失得差不多了 不然的确有大用 张仲探道 这是银桃树的果子 我们都采摘来了 石飞交道 小心地 递过来一个玉盒 当中有荧光闪耀的桃子 这是十号 从百段山挖回来的准圣药 栽在石村 而今早已成熟 一直不曾采摘 直到今日才派上用场 还有一滴神酒 也是得自昆蓬巢 毛球道 他当年曾经跟十号 一起去过北海 自然知道这些 不用了 不要再浪费任何东西了 十号摇头 他深切明白自己的情况 此时依旧在刻那昆蓬法 任谁都阻拦都无用 偶尔人们会听到 他胸部传出一声轻响 显然他的至尊骨在裂开 这实在是在消耗生命 让所有人都神色难看 却无力相阻 因为这是十号最后的心愿之一 他将世界宝盒内的各种东西 都留给了石村 还想将这种法传下来 孩子 娘求你了 不要这样了 秦一宁抱着他的手臂 欺伤无比 有失落 有迷茫 有痛苦 还有懊悔 他想救长子 可是却也怕次子死掉 短暂地迟疑 竟错过了植骨的最佳时间 身为一个母亲 他舍不得任何一个孩子 可是这种抉择太过痛苦 难以取舍 这是人之常情 无论是谁 都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 他愿意用自己的命 去换长子的命 石子灵 则是瞪裂了眼角 有血在躺 他深深地自责 痛苦地握紧拳头 植骨都快被钻裂了 父亲 母亲 你们不要自责 这样我心里会很难过 人都有一死 我现在感觉很充实 石浩开口 不想他们难过 这一日 不断有人来访 进石国都城 要为石浩送行 都知道 他将陨落了 这比去布老山的人 还要多很多倍 人满为患 全都在一轮 只是 九成以上的人 都被组在了宫外 石浩需要静养 慢慢度过最后一段时光 太多的人实在嘈杂 虽然是好意来见 但不可能都让入内 在宫中 只有萧天 九头狮子 湛王 石村的人在 其他都被拦阻了 最后 有侍卫来禀报 上界的贵女蓝羽 红黄 水月等 以及上界其他一些奇才囚见 秦一宁一证 道 请他们进来 他想到了 红黄族中的宝树 也有涅槃法 与凤凰有关 威力其强 想不惜一切代价 换取过来尝试 宣明 碧谷 蓝羽 水月等感慨 见到十号后 都不敢相信 昔日让他们倍感惊艳 强大无比的小时 竟衰弱成了这个样子 可惜啊 可惜 他们暗自摇头 还曾想拉拢吗 结果出了这样的事 小时从九天上跌落下来 这些天才 有些人的心思立刻就变了 小时注定要沉寂 便是真发生奇迹活下来 也难有作为了 因为至尊骨悔掉了 哎 这是无解的 仙殿的青铜秀祭诅咒 只要沾惹上 还从未听说有谁活下来呢 宣明摇头 秦一宁将红黄拉到一边 同他相商 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换取他们那一族的涅槃法 彭九也是心头一动 道 火国有朱雀法 他们的浴火重生涅槃法 经验世间 如果也寻来 未尝不可一世 火国的一位老王爷来了 想送小时一程 立刻被请入宫中 最后的关头 无论行与不行 他们都想一试 结合五行涅槃法 朱雀涅槃法 以及与真皇有关的涅槃法 最后一搏 火国的老王爷很痛快 最后答应 将涅槃法交给了十号 红黄虽然心有犹豫 那是 他们一族的不传之秘 不能泄露 但经过秦宜宁一再恳求 需以五行涅槃法交换 也答应了 十号很平静 他也不想扫了众人的心绪 默默记下来 用以配合疗伤 可惜 一切又都失败了 这宣告了十号性命将走到终点 再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在仇云惨淡中 石子灵站起身来 向外走去 秦宜宁有感 回头看向他 道 你要去哪里 神颅骨 石子灵答道 众人闻言 仔细思索 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唯有张重变色 他知道 那是一处诡异之地 那座山谷壮若一个神颅 妖异无比 有很多古怪 一般的人进去后 常会有灵异发生 丢掉性命 可是 一些古代大能去探索 便寻神颅骨 什么都没有发现 并无异常之处 最为离奇的 也是让他得以被一些人知晓的原因是 曾有强者以自身血迹 以最虔诚的心祈祷 为同伴求到过一枚九转神丹 但这并未被证实 只是一种传说 因为 后世一些人被逼上绝路 也曾前往那里 无比虔诚 可是全都白白写记了自己 什么都没有得到 不久前 石子灵听众人提到九转神丹 动了心思 想起了这些事 此刻要去冒险一波 张重摇头 劝他不要去 并且当众说出了这些密文 所有人文言都立刻变色 我与你同去 秦一宁坚定无比 两人急速冲了出去 并不做停留 他们联手施展了一种宝树 出离十度 一定要将他们追上 我不想留下遗憾 石浩请战王出手 好 战王点头 追了下去 石浩相信 以战王的速度来说 不成问题 毕竟已是尊者 众人私存 真的再也无任何办法了 能想出的手段都动用了 毫无生路可言 如果改变不了什么 就准备为石皇送行吧 一位老王爷探道 这一日 石国开始准备 知道石浩命不久已 允许葛教强者前来 送他最后一城 这则消息一出 天下阵战 这预示着小石随时会离世 生命走到了终点 将彻底消失 八玉接阵 海足一支 很多强者赶来 进入石都 这意味着 一切终究都是无法挽回了 战王截住了石子林夫妇 他们黯然 若非被逼到这一步 实在没有办法 又怎会相信 那等离奇的传说 父亲 母亲 能够在最后的时刻 与你们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了 石浩道 这个夜晚 张仲醋眉 预言石浩最多 还能活一天多 没有任何希望了 组长石云峰声音发颤 要带着石浩立刻回去 满足他最后一个心愿 安于石村 再等一等 我跟他们告个别 回到石村 便再也不出来了 石浩清语 石浩见到了很多人 包括各交的教主 一一点头 谢过他们 前来送上最后一城 毫无疑问 这个夜晚算是一场盛况 只是一切都在无声中进行 难得的是 石浩一直很清醒 用张仲的话来说 这是回光返照 在最后的时光中 他或许不会昏迷了 夜深人静 石浩与秦浩相见 偌大的宫殿很空旷 没有外人在此 只有他们两人 该说的话都已说过 石浩对这个弟弟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照顾好父母 此时两人间显得有些沉默 哥哥 你恨我吗 秦浩问道 我什么要恨你 我们是兄弟 石浩平静地说道 我想变得更强 成为天上地下第一强者 会守护好父母的 而这一次 没有能救下你 秦浩轻语 是我自己命不久矣 这怎么能怪你 石浩摇头 如果时间还来得及 没有耽搁 我将仙谷给你 不会这样 你拥有两块骨 未来注定会成为 世间第一强者 谁也不是你的对手 秦浩轻声说道 石浩闻言 若有所思 他没有接这个问题 道 我虽尽力了 但只将昆蓬法课 写出一半 将留给十足 秦浩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很长时间 空旷的大殿中 都没有声音 非常的寂静 两人陷入沉默中 直到又过了很久 石浩才开口 道 你觉得 一个人如果拥有 两块至尊骨 将来就可以天下第一吗 还有谁可敌 秦浩反问道 你提到这个问题 让我想到了上见 既然不止一个初代 说不定也有人 得到了第二块骨 石浩道 秦浩一呆 他不曾听说过 这绝对很惊人 石浩很严肃 道 我觉得 有几块骨不重要 那并不是世间第一人的路 如果有一天 你有自信 觉得 可以舍弃身上的至尊骨 一块也不要 那时你才算真正开始 踏上了无敌之路 秦浩并不认同 道 如果有一个高起点 为什么要舍弃呢 我相信 拥有两块骨的人会更强 会成为第一至尊 这样的人 上界或许早就有了吧 石浩轻语 而后他盯着自己的弟弟 道 如果你觉得 这样可以成为最强者 那我给你机会 让你飞得更高 可是你要想好 他不知道 自己的弟弟是有意 还是无心 提到了这些 不过这并不重要了 他对之尊骨 不在意了 他将死去 留下何用 既然这个弟弟觉得 拥有两块骨 可以在上界成为 最强的人之一 那就给他 石浩觉得 不管这个弟弟 是怎样想的 他都是父母所生 将来还要靠他照料父母 湛王 彭王 张重神医 石浩召唤这些人 陛下 几位老王都看着他 我要将至尊骨 送给我的弟弟 你们护法 石浩说道 他怕几人生出误会 喊到这里解释 什么 陛下不可 几人大吃一惊 哥哥 秦浩也张嘴 不知道说什么 不用多说 石浩向来是一个果决的人 便是在这种虚弱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牟子中有神盲射出 让所有人都难以开口了 他的躯体本来就满是裂痕 此时用力一振 胸部直接裂开了 时候镇定 而果断地 将那不足三分之二的残骨取出 这块骨依旧银白 但是充满疮痕 是硬拼接在一起的 绽放出锐霞 便是离开身体 依旧像是 有鲜光在燃烧 陛下 湛王 彭王心都在颤 小时这是何其的霸脸 临终前竟有这等举动 让他们老泪纵横 请帮我弟弟接骨 石浩说道 平静地坐在那里 自己用力 闭合胸部 虽有鲜血躺出 但他窥然不动 石皇 张仲震惊 没有想到 最终竟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石浩反倒将至尊骨 给了自己的弟弟 冥王 彭九 湛王一起冲了上去 帮石浩止血 为他疗伤 他们心中发毒 很快 石村的人知道了 石子凌与秦一宁也得息 冲进殿中 全都在颤抖 不要过分依赖这两块骨 如果有朝一日 化去他们 以致尊血滋养全身 让所有骨皆蜕变 那也许才是另一种无敌路 石浩说道